今天这个范例 我们最后是希望说能够把它存档 档案的名称最后是 取一个叫member底线rpt.tst 然后可以存在哪里呢? 可以存在我们根本屋底下 他的member在这里 然后他存档在这里 OK 然后呢 他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只要前十个会员 所以得到的话应该就是 从什么呢? 黄佩玲到洪秀芳吧 应该就是前十个这个会员 这个会员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十个啦 从这个到这里 OK 没错 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姓名跟首期 那其实当然有两个问题 我们就两次解决 所以有时候把你程式假设还不太在 没关系就分阶段逐一完成 第一个呢已经把档案读进来 所以档案OK的读进来 所以我们第一个把档案读进来的 然后我把它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OK f 等于open 然后把它print了 刚刚已经print了出去了 把list OK的 我们一把用这个 用那个串列 用realize 先把它读进来 然后print了出去 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果只需要前十个会员的话 那我们就写一个for i 怎么样 inrange 然后呢你给它一个范围编号 从0 0就是它的栏位名称 逗点的话 我要到应该是10停下 10嘛 所以到11停下来 然后冒号一下 enter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针对这个list里面呢 把它里面的资料做print就可以了 其实print了它 print了什么呢? print了这个list 这个创列里面的第几个 第中瓜阿虎 记得哦 第几个的话你就是中瓜阿虎 里面给i就可以了 所以它print了出去的话 会先在list里面的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就是 就是第一个的话就这个 然后其实它资料里面 应该后面会在一个反斜线 n 就换好 然后在第二个 第三个 一直在推 那编号是0123 一直到这个到10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应该就会是长这样 有没有 这个 这个是0嘛 然后这1到10 OK 可是你想说是不对啊 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换行 有没有 为什么会多一个换行 我们刚刚有看到吗 尾巴它就是会多一个这个 反斜线n 那反斜线n就换行 所以呢 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说呢 你把这个后面的反斜线拿掉 要不呢 就是什么 你在这个前面我们有讲过 要不就是你print这个换行不要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 这个应该有记得吧 end等于空的 有没有 这个意思是说 让print这个换行不要 所以呢 这个方法应该执行 它就会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它就没有换行 可是你想说 可是我不用这个方法 因为未来可能我在输出资料的时候 并不是print 我输出资料的时候 它就会输出到某个地方 比如输出到档案 那档案本身后面就 假设你输出 如果没有把换行拿掉 它就会输出换行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要把那个换行反斜线n 拿掉的话 那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其实我这边提供给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 如果你要把它拿掉的话 你可以用 等于是因为它里面就一个字串 所以呢 在字串里面有一个方法 还蛮常用到的 叫做rephrase 应该各位 知道这个取代吧 rephrase rephrase其实 不管是任何的 像记事本也好 或者是那个什么 Word也好 Ctrl H H就是取代嘛 如果你是在这边 应该是Ctrl R Ctrl R就取代 所以如果你取代的话 就是说 你要把什么取代成什么 那其实很简单 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你要把什么取代成 把那个换行 换行的话就反斜线n 有没有 变成什么呢? 没有 没有什么? 就是两个双鱼号 这样就OK了 这样的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把这个字串里面的那个换行 帮我把它移除掉的意思 OK 那这样的话呢 应该理论上 它的尾巴换行应该就会拿掉了 这个应该我有把它写在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应该有的这边 有没有? repress 有没有 然后把反斜线n改成没有 或者方法二 还有一个叫strip strip也可以啦 把你前后 可是strip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只能够去掉头跟尾巴的 打一种字串 那如果你是在中间的话 那你就用repress OK 所以方法一方法二 两个方法 OK 那比如说我用repress 试试看好了 我们把它执行 如果不用那个什么呢 这个是自串的一个函数repress 这个非常的好用 以后如果你要取代任何的那个自串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它执行 看一下 这样OK的没问题 方法一OK 那方法二的话呢 我刚讲 如果因为刚好 放行刚好是在尾巴 诶 那可以用strip 所以如果你不用repress的话 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用 也还蛮常用到的 就是去掉头尾 你不要的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个很常 会被用到叫strip 诶 这四元档 有没有 它会出现 然后呢 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头尾 只要有出现反斜线n的 那一律呢 也帮我拿掉 OK 那如果用这个方法执行 得到的结果呢 也会跟什么呢 这个repress 得到一样的结果 差别我刚刚讲 如果你是中间的资料用repress 如果是头尾的资料不要 那你用strip OK 这个其实还蛮常用到 因为 未来可能会入资料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有些资料 原始资料 我就要先剃掉我哪些东西 不需要的东西 那我很简单 我就可以用repress 就可以 或者是用strip 好 第一个 用 所以这里的话 当然比起来的话 好像似乎用strip会短一点 OK 好 我们用strip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 只要前十个会员 好 第一个问题解决 第二个问题呢 我希望吗 因为这边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怎么在五个栏位 因为他中间用逗点 帮我做风格 所以我现在只要姓名跟手期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 当然你就要想到 你刚刚有用到一个叫 strip的一个方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读进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先怎么样 先strip掉之后 留下我们的编号 姓名应该是在 0 前面0 1跟伟大是4 也就是 1跟4的资料 把它留下来 这样就OK了 那只是要怎样刚好 留下1跟4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这个字串 就是假设指这一个好了 然后呢 我们后面加一个 在pathon里面 你不用再另外起一行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在这个后面 直接再下另外一个function 比如说我希望做一个sprint 那你就直接把这边加一个sprint 把它怎么样 做一个切割 切割逗点 如果我把这个字要切割之后 你print出来得到了什么 因为sprint得到的结果 它会变成一个串列 有没有 像刚刚一样 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 得到的应该会是像这样的结果 它已经帮我把它分开来了 诶 那所以呢 假设我只要里面的这个 跟这个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怎么样 利用这个串列 给它编号 我要1跟4就好了 除此之外不显示 那要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先4的给一个负回圈 取得前10个会员 然后去掉换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然后并且把它做sprint的切割了 可是切割之后呢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它留下 那个姓名跟手机 其他不要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那因为呢 你在将来可能在工作上 你外部费入资料 常常一定会 一大堆 对不对 蓝位数可能有一百个蓝位 那可是你只要其中有两三个 那所以你假设吧 假设你用土法链刚人工的方式 再慢慢把不要的删掉的话 浪费时间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程式 反正你就指定你要蓝 为地起蓝地起蓝 要留下来 不要的就去掉就好了 这样的话马上就可以得到你要的 并且你可以把它存档 OK 存档最好呢 我们现在是存txt啦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存一个档 直接用e-sale可以打开 那我就只要在e-sale里面用就好了 那不更好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等一下再讲 如果你直接要存e-sale 可以读取的档案 其实存csv就好了 最简单 那你说老师那我一定要存成那个 副档名是xlsxs 可以 但是要加一个外挂 要pandas 你变成说你要 多一个功能 可能就多一个外挂 当然如果你要用更复杂 你要加很多外挂 如果那一件有的直接input就好 如果没有就要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会需我们再慢慢增加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读取那个前十个会员 然后删除他的换行 然后并且 试试看因为删除换行有两个方法 其实有三个方法 一个是前面讲过的 就是END等于空的 一个是REPLACE 一个是SPRIT 这个都还蛮常用到的 尤其是REPLACE跟SPRIT 这个将来在处理资料 非常重要 你将来不要说你只学一半 会串列但是不会再透过刚刚的那些方法 做一些处理的话 那其他怎么办 不会在土法炼钢吗 那等于你只用一半 所以最好是学的话尽量是全面的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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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